好 我們繼續關注的是新竹展演中心 在就社福林這間團隊時代 這同胞商出現了管理整合能力 以及施工品質不佳的情況 導致現在進度是嚴重落後 而新竹市長高鴻安上任之後 去年決定了跟廠商終止契約 只僅9個多月 那文化部考量難以評估重新開工時間 決定要收回1.7億元的補助款 一元就通批由這新竹藝術家們 只能夠到外縣市流浪招演出場地 也再一次的搭鍊 高鴻安市長前幾天所說的 一天當兩天拼市政 每三到四天就有開工典禮的說法 現在的新竹市政府行政效能不僅怠惰 而且諸多的市政建設的工程 都嚴重的延宕 甚至有一些流標 新上來的高鴻安市府團隊 反而是在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 我們不應該把解決問題的人 變成製造問題的人 市府指出補助款打水漂 都是前任市長林志堅的爛攤子拒絕甩鍋 新竹展演中心工程在2020年9月開工 兩年後同胞商卻因能力不足 施工品質不佳導致進度嚴重落後 高鴻安上任後去年5月和廠商終整契約 並預計今年3月底前完成工程結算 喊出未來採取設定地上全方式拔包 更重要的是未來能不能夠繼續續建 這個國際展演中心 還得要看廠商的意願 那事實上文化部也回航文化局 有關於這一文高地 國際展演中心後續的相關補助 可以在另案提案計畫來爭取 市府計畫引入民間資源 確定開發權利金方案再重新招商 只是距離展演空間完工還悠悠無奇 新竹的藝術家們 恐怕得先到外縣市流浪走場地演出 記者林明晶妍容新竹報道